10點1度,六人凍死,最小12歲 昨天天文台,六島市區只有10點1度 至少有6人因為低溫病發其他病而出死 沙基灣一個12歲女孩 早上被家人發現在床上昏迷 為了因為氣溫太低而導致腦癥症發作 送院後亦搶救不治 第一個80多歲的阿伯,前一種好精神 但昨天被家人發現死在葵涌安蔭村家 醫生說老人家身體機能比較差 當氣溫急降,心同腎的負荷會增加 導致中風或心臟病發 直到昨晚5點,長者安居協會一共收到 1451個平安中求助通知 其中74人要即時入院